大家好,我是小珍小民 我又看到Kalyn Johnson的一篇不错的文章 我想分享一下,我就找里面几段 读一读,然后我们聊一聊 她这篇文章是关于巴引的事情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 从为纳粹鼓掌到支持 实际的种族灭绝时间不到一个月 这个纳粹鼓掌 她指的就是一个月不到 之前加拿大的议会 为一个纳粹鼓掌的事情了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确实她 这个说的挺对的 然后她这么说,她说 目前对加沙地带猛攻背后的逻辑 是不停地对加沙进行轰炸 直到巴勒斯坦人同意 对他们的压迫和种族隔离 虐待到他们接受被虐待 整个论点是 如果你轰炸,射击 放催泪瓦斯,殴打 和监禁足够多的巴勒斯坦人 他们最终会看到 他们的抵抗是错误的 接受你试图强加给他们的现状 这当然是愚蠢的 也是不可信的 从一开始就不是真的要去虐待 奴役巴勒斯坦人 直到他们接受被虐待 被奴役 这只是表面 真正的目标是 一直不停地虐待奴役和挑衅他们 直到你可以完全证明 灭绝巴勒斯坦人的合理性 把一个受尽了不公正对待的人 推到一个无法逃脱的角落里 然后当他用全部力量来反击时 你就可以说 你们看,我们尽了我们所能 我们的结论是你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野蛮人 只能将你清除掉 他这两段就把这件事情基本上就说清楚了 然后他下面就具体地在说 我完全无法跟上西方 从武装纳粹到赞扬纳粹 到直接真正的支持种族灭绝的速度 他这个确实说的挺好的 武装纳粹就是武装乌克兰的那个纳粹 对吧 然后就是赞扬纳粹 然后现在是正确地支持这个种族灭绝 以色列 我们的情报部门不知道哈马斯正在计划 10月7日发动袭击 同样是以色列 这是我们情报档案中 哈马斯成员相互交谈的音频剪辑 他这里指的这个剪辑是说 有那么一段剪辑 他拿出来就是 事实上他想是证明 这个跟以色列没有关系 就说他怎么怎么收到了这个剪辑 这两个人就在那说 怎么去轰炸这个医院等等 但是后来这里头太假 所以他现在以色列自己给删掉了 然后下面这Katlin Johnson 她是这么说的 如果我没有轰炸医院 我根本不会发一个 可以轻易被揭穿的音频视频 在里面我自言自语 假装两个不同的人在谈话 说凯特林绝对没有轰炸医院 凯特林就说他自己了 是这么回事啊 对不对 你要是无辜的 你干嘛要去制造假的证据 对不对 你有什么必要要去造假证 造伪证呢 是吧 他这个就是伪证 他自己都给删了 接下来 最不可思议的阴谋 是哈马斯花了两年时间 协调和训练一次规模空前的袭击 射击摩托艇 无人机和机动滑翔伞 在一个与费城面积相当的封闭区域内 费城也恰好地球上最受监视的地方之一 哈马斯的这个阴谋实施得如此成功 甚至连哈马斯也惊讶 他们能够杀死和弗洛如此多的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的阴谋在整整两年中 完全没有被以色列情报部门发现 尽管埃及情报部门有警告过以色列袭击即将到来 尽管美国情报部门也知道 哈马斯在10月6日的异常活动 以色列要再次掠夺土地的企图显而易见 解决方案是最终要将加杀人 从他们所在的土地上赶走 这就像夜总会的男人不停地给你加酒 不用太久你就应该知道 他真正感兴趣的不是你可不可 亲爱的我刚拿下乌克兰国旗挂起了以色列国旗 我应该把乌克兰国旗放在哪 最下面的抽屉里 那个放黑人的灭 生命的旗子的抽屉里 对就扔在上面吧 不行里面的旗子太多了 那就把me too 那个旗子给扔了吧 不扔彩虹旗 随便吧我随便 他这一段描述的是不是特别好 确实是这样 我也发现了 他们过个几个月 然后就在那扇动一个什么议题 然后就弄一堆旗子 怎么怎么样的 是这么回事 他这个说的特别好 接下去 我曾经认为 在满是儿童的建筑物中 引爆军营的炸药是不对的 但后来一位非常聪明的以色列辩护者 称我为反犹太主义者 那所以我现在就认为这很好 以色列的辩护者 很认真的想要你相信 任何人反对以色列政府 向儿童投掷炸弹 唯一的原因是他们对犹太教 犹太信徒有看法 而事实上这种看法本身 就是对犹太人的不尊重 因为你把谋杀儿童 与犹太人 犹太教联系起来 而不是一个国家 一个政府的暴力行为 这个说的也挺对的 对不对 我反对你去在一个楼里头 大家都知道里头是个学校也好 是个医院也好 你这么去炸的话 我就是反对嘛 但他认为你只要这么反对 你就是在反犹太人 那也就是说 炸楼 这是犹太人喜欢干的事情 你反对炸楼 所以你才去反对犹太人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这本身就是错误的 反对的是以色列政府 因为干这个事情 的是以色列政府 世界上不是所有的犹太人 都支持这么做的 对不对 他这个说的也挺好 总是有人称我 为哈马斯的支持者 并说我在过去两周 散布恐怖主义宣言 在此之前 我是一名传播中共宣传的中国特工 在之前 我是一名传播克林姆林公宣传的俄罗斯巨魔 我从来不是一个在互联网上分享我观点的人 因为任何违背美国信息利益的观点都是宣传 到一定时候 所有的帝国听起来都一样 为帝国辩护的人已经无法去辩论 他们不知道自己没有被告知的事情了 我也觉得是 我觉得现在的那些主流的媒体 他们好像说的话都一样 都是一个剧本 你去看一下最近的这些采访 他们去采访那些 只要是支持巴勒斯坦的人 他就会盯住你一个 你是不是要严厉的谴责哈马斯 他问的问题都是这个 但是他从来不问你说 以色列军队去伤害平民 你谴责不谴责 他从来不问这个 他上来就是问你 是不是要谴责哈马斯 就是这样 所有的都是这样 所有的平台 所有的那个主流媒体的那个节目 都是这样子的 他包括他文章里头也说 还有不少人说了说 所有死的人都是哈马斯的错 也就是说现在以色列杀的人 是哈马斯的错 他现在就是这个意思 他们的目的吧 就是Kalen Johnson说的 因为他最终的目的 这一次是想把加沙地带清干净 他想把所有的巴勒斯坦人赶出去 或者说他想说 他能赶多少就赶多少 他就是以这个理由 这件事情 事实上他们一开始是知道的 但是以色列也好 美国也好 不把这件事情当回事 不是说他们真的就不认为这是一回事 而是说他们觉得这个事情挺好 这样的话就给以色列理由 去对加沙进行清洗 事实上是这么回事 对吧 然后他就 他的宣传战就是 你是不是谴责哈马斯 你是不是谴责哈马斯 因为如果大家都认为 全是哈马斯的错 那这个哈马斯十恶不赦 对吧 那好了 那你就要对他进行清除的干净 而哈马斯呢很坏 他藏在这个学校里面 藏在医院里面 藏在教堂里 所以他这两天 除了炸医院 他也炸了学校 他也炸了教堂 最近的刚才是昨天 说是炸了一个东正教的教堂 说死了一百多个人 现在还不清楚 到底死了多少人 为什么呢 因为哈马斯藏在那 而哈马斯呢 十恶不赦 所以呢 那被炸死的人就 那就不好意思了 就这意思 就没什么了 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说起来这些人被炸死 都是哈马斯的错 他现在就是这么宣传的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完全是 给以色列开绿灯 就现在就是这个状况 然后他最后是这么说的 我不是名人 我没有平台 我使用与其他人相同的 免费博客和社交媒体网站 人们只是分享 我对世界上最强大 最具破坏性的权力结构的批评 因为他们喜欢我所说的话 而帝国的无脑的支持者 没有办法消化他 他说的很对 你现在就 他这里头总结的特别好的就是 你现在如果要是为中国人说话 他就说你是中共的什么什么人 你为俄罗斯说几句话 他就说你是俄罗斯 支持俄罗斯什么什么人 就是你不一定为俄罗斯说什么 你只要觉得乌克兰这件事情 是比较复杂的 俄罗斯这么做 虽然说不对 但是他也不是说无中生有 就某一天普京睡醒觉来 想起来就开始要来打乌克兰 肯定不是这么回事 你只要你说这件事情 有他的前因后果 他就会说 你是在为克里姆林公 你是在为俄罗斯 在为普京 在为他说话 在为他辩护 中国也一样 反正你只要说中国什么什么好 他就说你是中共的什么什么人 真的是这样子的 他现在的这一切宣传 全是这个剧本 全是这个剧本 所以你现在要是不说哈马斯不好 对吧 你要是说支持巴勒斯坦 他就会说 你怎么支持哈马斯呢 他会把支持巴勒斯坦和支持哈马斯 给混在一起 他现在就是把这个概念混淆在一起 就是这么回事 就把你反战和支持俄罗斯混在一起 把你客观的说一些中国做的好的地方 就说成你是中共的什么什么人 他现在的宣传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宣传 现在的状况是这样 就像我刚才说的 以色列政府呢 这次是铁了心的 他不是仅仅说要想让哈马斯这一次 我好好地还击一下 让你下次不敢这么做 他现在不是这个目的 他的目的是想要清除掉整个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 他就是想要把加沙这块地带 给地方给夺过来 他现在就是这个目的 只要美国不让他停 他不会停 联合国已经两次 一次是俄罗斯 一次是巴西提出停火的这个提议 提案 全都被否决 美国否决 第一次俄罗斯提出来的时候 四个国家投反对票 最近的这一次 昨天巴西 昨天还是前天巴西的提的这个提案 只有美国一个国家用的否决权 所以这个停火的协议是过不了的 在联合国过不了 因为也是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 内塔尼亚胡他也知道这一点 而且我现在觉得内塔尼亚胡 他现在无所谓了 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 这件事情一过 他的生命肯定结束 他自己知道这一点 搞不好他还有那么多的官司缠身 搞不好他还要上法庭 他还要做监狱都有可能 所以对他来讲 他现在没有什么可以输的东西 所以他真的会是铁了心的这么做 甚至他有可能认为 他是自己在牺牲自己 为了他认为重要的事业 以色列的他自己的祖国的事业 他可能觉得他牺牲了都无所谓 很有可能他是这么认为的 那如果他是这么想法的话 他怎么会在乎巴勒斯坦人的生命 对不对 所以我们接下去看吧 看会不会其他的国家被卷进来 目前为止 以色列应该还没有正经的要进入加沙 因为他自己也害怕 毕竟加沙是巴勒斯坦人的地方 哈马斯很可能躲在什么地道里 怎么样都在暗处 那他进去搞巷战 搞肉搏战 这个他这种他还是害怕的 不要把以色列的军队想的那么 无畏那么强大 他自己内部的信息 内部的email泄露出来 他自己的官员 以色列军方的官员 对这种巷战 他是心里他是触的 他自己说他自己的军队没有准备好 他自己说他自己的很多的士兵 不想去这么做 不想牺牲自己去这么做 所以真正进入 进去做巷战的可能性现在不大 那么他干什么 他就不停的轰炸 他会把这个 他会一直继续炸下去 就接下去就是这样子 然后美国不叫停 他就不会停手 现在应该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看他炸到什么程度 能够让周围的阿拉伯国家都受不了了 那就全都打起来了 但是现在呢 美国自己内部也有压力 刚刚呢 是两个外交部的人辞职了 其中一个人叫Joshua Powell 这个人他是负责奔发武器的这么一个人 那么他呢辞职了 而且他还写了个小作文 他的意思就是 我不能够再继续这么 干这个事情 干下去了 你要是仔细看看这个人呢 你也不能说他是一个特别热爱和平的人 因为他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十一年 他这十一年里 他有发武器给乌克兰 他有发武器给沙特 沙特用来去野门去轰炸什么的 也炸死了不知道多少人 所以他不是什么特别热爱和平的人 但是连他这样的人都看不下去了 我刚跟那个尼克松 哥尼克松聊了一下 我跟他聊的那个内容 你到我的英文频道去看 整个那个内容 我一会会放上去 他就说嘛 他说他们现在这个情况是自己内部的人都看不下去了 我也觉得是他像他这样的人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这件事情确实非常有争议 所以压力呢也还是有的 那就看这个压力能不能到一定程度 拜登实在也自己承受不住内部的压力 然后给内塔尼亚胡实加压力还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不知道 我们就往下看吧 先聊到这儿 喜欢我的节目麻烦点赞 留言转发 订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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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